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那么本期的讲座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上期没欣赏完的棋局 继续欣赏一下 潮行玄九段和吹舍汉的精彩对局 在上期中我们讲到 白棋通过气质打开了局面 不断在脚上或者木鼠 在两边还走到了便宜 不过这时候白棋继续脏 希望黑棋吃掉 然后再跳出来 那么如此 白棋可以说 这本气质是完美之具 这个应该是白棋优势的局面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也不能忽略 我们潮行玄的反击的能力 而且潮行玄的方旁术 也是非常的厉害 现在等于是 白棋有点把黑棋逼上梁山的感觉 黑棋只有凤棋反击 小姐 全吃白棋 但是很显然呢 这个里面的味道是非常的坏 那么白棋 拐 这一下子有一种 刚气跳的指 死灰复燃的感觉 死灰复燃的感觉 那么黑棋也是呢 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只能呢 这个是 焖头呢 硬杀白棋 点 白棋沾上 黑棋呢 贴住 贴住了 那么现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白棋啊 暂时是跑不出去 但是里面 黑棋这块棋 以及这块棋 都不干净 那么势必呢 形成一个激烈的这个对杀 所以白棋冲 这个是 和这块棋啊 开始纠缠 那么黑棋呢 这个搬一下 这个也挺巧妙 这个呢 紧住呢 白棋的一棋 紧住白棋的棋 如果当地呢 白棋这个地方啊 还有两口棋 可能呢 和这边对杀呢 就会有关系 以及呢 从这里的这个出来 所以黑棋先紧住这里的棋 那么 至于这一块啊 这个黑棋呢 暂时不用担心 虽然这块棋是没有活 但是呢 由于这个眼味比较大 白棋暂时呢 是杀不过黑棋的 白棋先提 提一下先呢 这个长棋 先走长棋 由于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了啊 这个地方 随时这个白棋 有这个冲了啊 这个跑出来的 这一些手段 这个外围呢 黑棋这个 有可能要出问题 嗯 有毛病呢 这个里面呢 不敢随便走 所以黑棋这时候 也先团住 先把外面的这个 弱点呢 先给补掉 同时呢 也紧住了这个 白棋的这个一口气啊 白棋的一口气 那么 上面是什么回事呢 白棋冲的时候啊 黑棋呢 可以这个立 立的好手 如果白棋啊 这个 搬这个 那么黑棋则贴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由于 你虽然可以杀它 但是呢 由于这个 气啊 比较长 或者说是 它就搬这个也行 这个呢 白棋 整块棋啊 没有眼味 没有眼味 这个要形成的 这些公气啊 都是 黑棋的气 这样呢 白棋这个 气呢 还不够 所以 白棋呢 先冲这个 冲在这里 冲在这里的时候呢 黑棋立呢 是好手 虽然没有活 但是白棋 不敢来杀 白棋点 被黑棋一张 这个明显 是个板五的眼 这个 板五的眼的话呢 气太长了 气太长了 这个白棋呢 不行啊 这个白棋不行 不过呢 白棋让黑棋活也没关系 白棋顺势一冲 那么呢 就能获得这个挤的先手 这样呢 白棋在这里啊 已经呢 就是说 先手做出了一个眼来 黑棋 黑之有一 然后白棋再一长 这个是很明显 这个白棋 长不是为了出棋 白棋是为了这个 长气啊 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就飞回去了 黑棋还要贴 白棋长 黑棋再坚住 这里的气呢 其实虽然没有 但是白棋把气长出来了 白棋把这些气都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 然后再在这里一接 接之前先铺一下 这个顺手把这个黑棋的气紧住 再一站啊 这样白棋就形成这块棋和这块棋呢 这个对杀 这个真的是死灰复燃 那么形成对杀以后呢 那么只有双方只有开始耐心的 或者按部就班的开始长气 现在黑棋打在这里啊 是局面的这个要点 是长气的这个要点啊 如果去走这个 被它一立 这个气就断了 所以打这个时候好气 那么白棋爬 黑棋踢啊 白棋呢 再粘上 这个也是这个景气的要点 因为不粘的话 被黑棋一挖粘啊 这里的 这里面呢 就没有工气 这个得交换掉啊 这个得交换掉 黑棋当然是先团一下再挖粘啊 那么这个白棋的气呢 就比较短了 这个粘上以后呢 就是说呢 嗯 这个 这两口气加上这一口 这三口气呢 就都成了工气啊 都成了工气 都成了工气 也有可能呢 就是成为白棋的气 所以说这个粘呢 是这个对杀的要点 那么黑棋搬啊 搬呢 也是长气的好手啊 那么呃 搬的时候呢 白棋就景气 黑棋爬一下啊 这个也是一个打二环衣 和那个呢 也和那边的打三环衣一样啊 也是这个 嗯 长气 能够长气 然后黑棋粘上 这时候呢 呃 白棋在粘 防止黑棋不进来啊 不然黑棋铺一挤呢 这个白棋要少一气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粘上了 双方呢 形成这个对杀 那么这个局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给大家这个摆一下啊 大家 就走 那么 大家只能这个按部就班的收器团一下 这个要团住啊 不能被把这个眼没了 走 然后呢 这个打吃啊 这个都是按部就班的 你提掉 我提 你打吃 先收这喉吧 提掉 提过来 然后呢 收一口 白棋收一口 黑棋收一口啊 白棋呢 收一口 黑棋收一口 这等于是一人一个结啊 一人一个结呢 等于就是说是 各章回去吧 提回来 我们就看得清楚一点 这样的明显呢 就是 以后呢 就是一个双活啊 一个双活 那么这样形成 双活的话呢 那么 呃 白棋啊 这个 获得了这个 把十指都救出来了啊 以后白棋呢 找机会呢 这个地方可以抢个先手 再补一手的话呢 也是白棋呢 这个明显优势 当初气质已经获得了很多便宜 最后呢 又绕了一圈 又死灰复燃 这个呢 黑棋呢 是肯定呢 不行了啊 这个棋不行了 那么 局面走到这的时候啊 这个棋呢 这个 应该来说 吹着汉 肯定是心里是比较这个 得意的啊 得意的啊 通过巧妙的棋子获得便宜 最后逼迫 黑棋呢 不得不 又不能吃你 最后把这个都活出来 那么应该呢 还是明显的这个 优势 但是啊 这个 但是就是说 这个 棋啊 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这个 老道的曹勋玄啊 显示出了这个丰富的 这个 经验的一面啊 就是说 给崔志汉 可以说是 好好的 生动的啊 这个上了一堂课啊 你的气质 非常的这个 精彩啊 白棋的气质 非常精彩 但是 成功这个以后 崔志汉 似乎忘记了这个初衷啊 被曹勋玄啊 反而又上演了一个 漂亮的反气质啊 这个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沾上以后啊 黑棋他 如果跟着走 是一个酸活啊 酸活 那么呢 白棋再一拖鞋呢 这个黑棋不行 那么黑棋干脆呢 他就拖鞋不走了 先抢账大厂啊 就说 这一大块 生死而不顾 先抢账大厂再说 这个就有一点 这个是 就是准备啊 这个气掉的 这个意思 那么你一挂 这个崔志汉一看 哎 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你不能拖鞋的 是吧 拖鞋要被我截杀掉的 那么 而且这么大一块啊 本来是白棋死的 那 现在我在吃你这一大块 这棋啊 还不是这个 大胜嘛 所以呢 这个思想上 这个有麻痹啊 就开始收气 但是 这个地方 由于这个是有结 这个棋啊 就变得 相对的复杂 那么现在白棋开始收气啊 那么黑棋当然也只有按部就班的 跟着收气 白棋叫吃 那么呢 黑棋也叫吃 嗯 白棋呢 先紧气 这都是没办法啊 黑棋先提掉一个 然后提回来 黑棋打吃 肯定是需要这个收气的啊 需要收气的 那么白棋这时候一看呢 气够了 它就开始准备杀黑棋了 这个开始收工气啊 这个已经准备是动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棋也只有跟着走 提 那么白棋这时候也提掉这个黑棋啊 提掉这个黑棋 然后黑棋提过来 白棋呢 叫吃 白棋现在先叫吃啊 这个等于就是说呢 白棋叫吃的时候啊 这个黑棋的气呢 就变得比较紧了啊 黑棋 想保住这个胜利果实呢 必须啊 这个首先粘上 首先得粘这个 得粘这个才能撑住 撑得住这个结 这以后呢 因为你粘这个的话 这个被一打吃的话 这样就成连环结杀了啊 白棋可以提在这里 啊 你提这个 他就提这个 所以呢 黑棋要走呢 必须得走这个 然后白棋打吃再一提 这样呢 就变成了一个缓一气节 啊 缓一气节 这个黑棋呢 肯定是打不动 不过这个时候 黑棋呢 还有一剂 它就是我先 哎 我先不走啊 先保留 我这个地方 先保留 你一手呢 补不干净啊 我通过这个 虽然死了这个啊 弃了这个 但是呢 还是留有一个看不清的结 我先在外面呢 把这个棋盘呢 变大啊 那么黑棋就一断 这个一下子啊 这个棋盘呢 就完全的这个 变得很大了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边 就是说 一下子啊 变成 这个 全是黑棋的势力范围 这个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是搞不清了 白棋吃 而且也不能吃这边啊 这个就是说最简单的 这个全是送给黑棋的话 这个 白棋这个不行 所以白棋呢 还得打吃这个 黑棋呢 这个 沾上 黑棋长 白棋贴住 黑棋呢 就拐 黑棋就拐 这样的话呢 嗯 这边 左边这块这个 白棋的这个 死活啊 也呢 就是说呢 是成了这个问题啊 成了问题 嗯 黑棋 白棋呢 现在是走 要在这里呢 开始做活了 那么黑棋贴 白棋退 黑棋 黑棋这一点 黑棋呢 是 这个胜负啊 突然一下子就转到这边来 啊 这个虽然是有个结 但是呢 现在这一大块 还是个关键 那么 呃 白棋呢 拐一个 然后 黑棋飞 接下来呢 呃 白棋呢 这个走的呢 就有一些这个问题了啊 接下来白棋走的就有问题了 这时候呢 这个 白棋啊 还是 应该啊 专心自制的呢 来活这块棋啊 想办法 比如说是 哪怕损一点 靠一靠啊 或者看看虎一个 等等啊 来呢 这样呢 是去寻求这个 活棋的这个方法 而这边 这个结呢 先 暂时呢 这个 呃 放置一下 这个还是 不那么着急 啊 不那么着急 而现在吹车汉 是不觉得呢 这个棋已经不成问题了啊 这个死活已经不成问题了 不走也活了 那么呢 又很乐观的 自补了一手 这个自补了一手 这个补了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说 可以算成是一个 禁杀啊 算成一个禁杀 因为这个有点连环节的味道 不过 这个补了一手以后 被黑旗一并啊 虽然这个地方 白旗呢 还能活 但是啊 这个 呃 他没想到呢 黑旗的这个 这个搜刮的 啊 后续的这个 这个搜刮的手段 这个非常的这个严厉啊 那么当你再靠的时候啊 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由于 差了一手棋啊 那么 你这个 是先手 确实是 黑旗呢 贴 做活 那么 这时候黑旗 意识到呢 这个 这个 外面呢 比较大啊 就不让你在里面呢 轻松的处理 冲 然后 白旗呢 这手指又贴 黑旗继续挤啊 这个白旗做活呢 虽然是可以 但是黑旗的目的 主要还是 以外围呢 这个 围重啊 围重 这里的白旗可能呢 呃 当然肯定是 是早进入独秒了 但是白旗呢 可能有个思维上的误区呢 就是以为把这个哗啦啦 全吃掉了 总赢了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个并不是这样啊 黑旗呢 可以通过这个弃子啊 这个是 在这边 围起来的话呢 这个形式 并不是白旗呢 所想象的那样啊 用白旗做活班啊 然后白旗呢 断一个啊 这个是 巧手啊 这个做活的 如果黑旗拐到呢 那么白旗这个地方呢 通过这个 一打吃 这个局部呢 就是基本上呢 能够活了 不过黑旗这个 看得很清楚 粘在这啊 粘在这 粘在这呢 白旗也不敢去吃这个啊 吃这个的话呢 这个它可以打了度过来 给你活脚 你这外面呢 全死了 那么白旗也只有呢 利啊 虽然是局部活旗的这个 妙手 但是呢 这个是亏损的 也是显而易见的啊 那么黑旗先点一下 这个还是只有粘 点完以后 黑旗再抱住这个啊 局部白旗总算呢 可以说是 做活了啊 做活了 那么 但是黑旗通过 对白旗的这个 先手的搜刮啊 实际上呢 已经呢 确立了这个盛事 就这个 然后 黑旗断啊 这个变成先手吃的三个子 这个左上的这个 非常非常的大啊 然后 那么你 再打吃的话呢 黑旗就提掉 黑旗就提掉啊 白旗立 这样呢 这样呢 呃在做活之前 稍微 光子便宜一下 但是这个呢 基本上是已经不解决问题了 那么黑旗再吃 啊 这样 彻底的把这个空呢 就全围起来了 啊 虽然白旗吃掉了这边呢 但是依然呢 好像是 木树呢 还是 不够的 不够的 也许下到现在呢 呃在吹泽汉突然意识到这个 太大了啊 这个不够了 但是呢 已经呢 可以说是 为时啊 晚矣 为时晚矣 那么 再来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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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呢 这个是 完了 黑旗就帮助啊 白旗断 这个 虽然有一些 这个 鱼味 但是这个 应该是 南部岛 这个 曹清旋啊 那么呢 这个 呃 由于黑旗的这个 大空里面 没有这个 任何的旗 那么呢 其实这个旗呢 曹清旋呢 已经可以说呢 是 获得了这个 这盘旗的这个胜利 那么 呃 由于黑旗这个 呃 反弃子成功啊 那么 白旗呢 在思想上呢 过于麻痹啊 以为吃掉总是赢了 那么呢 这个 这个反而被黑旗在这边围成一大块 这个旗呢 已经是黑旗 优势了啊 呃 优势完了呢 对于这边来说啊 这个旗呢 呃 它并没有这个 完全的这个 呃 清楚啊 接下来白旗 这个 走了一个这个 飞啊 想继续来收官 但是这个地方呢 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啊 因为刚才呢 我们稍微有一点失误啊 黑旗提 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这个其实呢 呃 还不完全是个这个连环节 因为你白旗紧完器 走这个的时候呢 提这个好像没有用啊 那么黑旗还是可以紧住 你白旗提这个呢 黑旗先把这个节给你打赢了 然后呢 再开这个节 所以这一代呢 这个问题啊 还没有完全解决清楚 不过呢 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关键是因为这个 这个旗啊 这个就是说 呃 是这个缓气节啊 是缓气节啊 是缓气节 那么这个就没有这个任何的问题 不过到了关子阶段呢 黑旗呢就当做呢 呃 好玩一样啊 打打打打完 也无所谓 那么这个 提掉以后呢 白旗紧气啊 白旗紧气 黑旗呢 这个 也可以呢 这个继续紧气 在这之前先打啊 这个还是 非常的细腻 然后开始紧气啊 虽然是缓气节 但白旗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头疼 提 那么作为黑旗来说呢 随便啊 早点这个节材就行 提非常舒服的节材 然后再提过来 白旗呢 在这边 当然呢 也是有不少的这个节材了 打吃 提掉 这个黑旗心理呢 比较清楚了啊 只要随便收个关子 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打吃 吃节材 提掉 白旗呢 这个尖一个 这个能不能活啊 这个虎呢 还是有点这个 复杂 这个干脆黑旗就印一个算 提 没必要呢 这个那个 搞得那么复杂 然后黑旗呢 这时候 简单的拐一个 白旗一看呢 这个空呢 还是不够 只能呢 弯 那么黑旗提 白旗倒是这里啊 有一些节材 黑旗虽然白旗也不见得活 但是黑旗呢 也没必要啊 自取其乱 提 这个节呢 就当做啊 这个俗话说 就当做打着玩 然后呢 这个黑旗呢 在这里 这个扳是节材 啊 扳完了 这个提掉 白旗呢 在这里呢 靠一个 这个骑师啊 这个黑旗可能不走 我觉得 也可以 但是黑旗还是稳健的呢 就 补助 当你提的时候呢 黑旗就是边收官啊 边打劫 这个对于这个 白旗来说 也是非常的这个 痛苦啊 白旗退啊 还是在继续玩抢 那么黑旗提掉啊 白旗加 这个黑旗反正也就都跟着硬了啊 都跟着硬了 当你提过来的时候呢 黑旗也是非常的这个 啊 克旗 这个就是 简单的呢 就是退了一个 不予这个 在纠缠 啊 退一个 那么 白旗终于啊 把这一大串黑旗啊 抓起来了啊 这个 我们提起来呢 主要是给大家 看一下啊 这个主要是 一个视觉上的一个 这个 冲击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当初啊 白旗就是很简单的想 如果能把这个一大串 全抓起来 那个旗呢 感觉上就是说 是肯定呢 是赢定啊 何况当初还是白旗 这些石子 跑出来 把黑旗呢 全给抓起来 吃掉了 这个呢 呃 崔子汉出现这个思想上的这个误区呢 也是这个是 确实也是难免的啊 也是难免的 不过呢 没想到这个经验老道的曹云轩呢 在这个左边这个大旗盘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啊 几乎都看不到什么木的 突然之间呢 就像变魔术一样 把这么一大块空呢 全部呢 收入难组啊 这个当然呢 这个也是需要这个 吹子汉的这个配合啊 配合的 那么走完这个 再摆两步 爬 然后收这个关 黑提 走 然后呢 再把这个滚打完啊 以后 这个呢 可以说啊 白黑旗 能够在这个激烈的对沙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啊 弃掉这条大路啊 反过来呢 这个把这边围成大空啊 获得了这个全局的这个胜利啊 顺便再补充一句啊 双方也是最后 把关子收完了啊 嗯 猜猜黑旗赢了多少啊 黑旗以十八木半 这个大胜白旗 好像是吃了很多 但实际上黑旗啊 赢的不是一点啊 是十八木半大胜 这个呢 完全可以说是出乎这个 吹子汉的这个意料之外啊 虽然这个十八木半大胜 这个是有点 还在数目啊 有点离谱 但是这盘旗呢 确实是战斗了 非常的激烈啊 崔泽汉在这个 呃 看了上期节目的话 崔泽汉在这个 处理这几个 固执的同时啊 的时候啊 巧妙气质构势啊 然后呢 充分利用石子 可以说呢 应该是 崔泽汉的气质下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由于欺负黑旗过猛呢 这曹勋学呢 展开激 猛烈的这个反激啊 最后呢 也通过巧妙的啊 弃掉这个右边的这个 大龙啊 这个通过打劫去掉右边的大龙 在左边呢 这个围成了一块这个滔天大空 可以说是涛链大空 这个是棋局变化 真是 莫测啊 莫测 这个崔泽汉真是 有一种啊 这个 聪明 反背 聪明物的这个 感觉啊 不过 不管怎么样 从气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 这盘棋呢 双方各有精彩的表现 是一盘非常值得大家啊 多看看的这个棋局 好的 今天的这个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